《战狼2》大家应该都看过了,这部电影已经成为华语电影界的一个奇迹,如今依然处于华语电影榜首的位置,至今无人能够取代。 如今华语电影越来越多,一步接着一步的出现在大众面前,有些电影过去就被人遗忘了,但有些电影一直名为人灵际在心。 就比如这部《战狼2》,不得不说电影行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了,不仅导演拿钱拿到手软,演员们也都钱包骨骨的,最重要的是很多演员也可以通过电影,能够得到很大的曝光率。 比如《我不是药神》,《西红柿手术》,在今年夏天非常的火爆,吴京的《战狼》到成功并不是偶然,据了解,在拍摄的前期,吴京为了更好的体验军人的气质,特地去特种部队和特种兵们同时同住一起训练,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,希望表演出来的气质,能够更自然更打动人。 据吴京采访时说,在拍摄的过程中经费紧张,一度问世不下去,最后还是谢南把自己的房子拿去抵押,拿钱来让吴京实现自己的梦想,事后吴京表示非常感谢妻子谢南。 其实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剧主的演员,吴京本来想请一些单红明星和小鲜肉来演,来带动一下电影的人气,一些因为自费紧张。 很多明星都拒绝了吴京,尤其是吴亦凡,吴亦凡近几年大火,吴京本来想请他,但是请了三次,没有请动。 最后吴京生气放弃他,最后赞狼二刷先的花语票房记录,估计很多明星肠子都毁清了吧。 据了解吴京的《赞狼3》正在筹备过程中,具体什么时候上映还没有得到证实,很多明星都想要抱大腿,希望能够出演其中的角色,甚至不许放弃片酬,但都被吴京谢绝。 具体因为在吴京的心里,三个印象是他早已预定下的角色,段奕红,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军人形象,也时常在电影中饰演军人,其自身气质不用多说,况且他还是吴京的好朋友,彭于燕。 彭于燕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,不管是什么角色都是论真去拼,也是近几年大火的小生,一个颜值演技双双在线的演员,吴京十分欣赏他,赵文卓,据说《赞狼3》吴京将不再出演,可能是因为自己身体也有伤,所以吴京想要让赵文卓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。 赵文卓是一个武打银星,近几年淡出荧幕,很少露面,此次观众非常期待他的演出,不管最后是哪些明星饰演,我们都相信他能够演好自己的角色,毕竟吴京看上的人,肯定不会差的,对此,你有什么看法呢?你更希望谁来出演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